我們鄉親甘的記者 台北市長 國文天在五月底 向台北市議員公布 在來報會議 好像是在超大紀彈 這個錄音棟在想起這個圍民 今天這個國文天 到議會做專案的報告 中心說一切違法辦理 民進黨議員跟所謂 繼續在登這個大紀彈 但今天相府有正面的高峰 國文天呢 跟他嗆這個議員說 對他的資訊的方式 不是很萬一 你這個誰給你的 民眾寄給我的 什麼民眾寄給你的 就是民眾寄給我的 台北市政府這樣不確定的嘛 議員拿出錄音棟 這期市長在超大紀彈 台北陳國文天 到議會做專案報告 說他沒有超 坦白講 我要是施壓的話 不會又審了三次 還是沒過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 喬蛋的問題 我們只是內部自己要搞清楚 半點正的報告 國文天強調說 我們鄉如果想要學工 必須要違法寬評 申請變經接交 因為民進黨議員跟所謂 要不放他算 不是正式的會議就可以幫遠熊 喬蛋嗎 不是啊 這就是 我覺得我們知道的地方 我為什麼對你們這種 質詢方式不是很滿意 就是說 你對我的質詢方式滿不滿意 我對你的報告也不滿意啊 前提市的關於信任的 台北鄭文黨署長 李文中到底有沒有要求 將有關大紀彈 公共安全的 用流進所為5萬9千833人 提關到7萬的人 讓他先去聽聽清楚 八十二分錢 我跟你講 你們的策略就是把綁在議會 我也不在意 你來議會報告 不就是你的公務嗎 好 市長請尊重議會 好 還是你要在全台灣 好 相方式李來瓜王 大紀彈聽講的問題 在這時間來 鄉今天是無法改觀